今天要恢复很炎热的天气对吗 详细状况改把时间交给鼠里 好了我们从卫星云图当中就带您来看了 之前影响台湾的大地压带 跟西南风带上来旺盛的水汽 现在被太平洋高压整个一推 您可以看到其实大地压带 现在都推到大陆这边了 那么因此台湾上头今天可以说 尤其上半天非常的晴朗 有多晴朗呢 我们从真实色的卫星云图 您就可以看到 几乎大部分台湾上空晴朗无云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阳光灿烂 但是也因为大地压带 现在推到大陆了 因此大陆沿海这边 事实上云就比较多 天气就比较不稳定 所以今天一大早 包括了像是马祖 金门 事实上其实都是云多 不然就天呕呕 甚至现在在落后 因为像是马祖南竿这边 目前的时雨量就有两毫米左右 那么因此整个天气上来说 天气接下来就是太平洋高压接管 恢复到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不过会不会有午后雷震雨 当然还是会有咯 因此从今天的雨区预报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 最主要是因为目前高压的中层 还有高层 现在都照在台湾上头 但是底层还没有照进来 因此上半天的晴朗 下半天午后对流还是会发展 今天看起来包括了像是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到宜蘭 其实都有机会下午后雷震雨的 那么像是桃园的山区近山区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花东山区 今天也都会有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局部地区当然不排除 还是有较大雨势发生 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的偏东侧 基隆北海岸到宜蘭 还是要注意局部也不排除 会有大雷雨发生 那么今天温度上来说就要多注意了 因为光看是现在外头的阳光 就知道了阳光增温的情况之下 其实今天各地都会恢复到 34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台北市今天预报是会有36度的 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区间 也都会有32到36度左右 中部地区34到35度 南部的话则是33到34度 东半部则是在33到35度之间 那么因此最后淑莉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了 就天气上来说 这个雨少了天气稳定了 但是还是会有午后雷震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要遮阳防晒又要遮雨 散还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不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闷热炎热的 因此就要多多补充水分 另外台东接下来几天 比较会有焚风的现象 也提醒农作物要多加注意了 时间交给家如咯